透过投影片 指导老师从身心障碍者的福利及保障开始说起 每位来上课的长辈都很认真听讲 由于老年化社会的来临 许多长辈可能因外来的创伤就导致卧窗 对于照顾者而言确实是一项考验 因此这堂课主要就是要让社区的民众了解 有关身心障碍者的福利 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透过这个课程 让他了解一下政府推动了哪些福利服务 那他们可以究竟取得什么样的服务 让现在已经是身障碍者的一个家属 能够究竟取得服务来照顾这些身障碍者 也让这些身障者能够跟社区结合走出家门 然后让他的身心能够更健康 然后让他的生活品质会更好 借游客称让参加的民众了解 如何取得社会资源 以及如何申请包括法令规章等 对于身心障碍者的家属有很大的帮助 尤其是如何对于公部门的申请协助 有很明白的说明 教导我们有一些社会福利的身心障碍者一些法令 让我们了解到我们怎么去申请 或者我们怎么去就是平常要怎么去照顾我们自己的身体 不要去喝那些有的没的 就是要吃原型的食物 不要吃那些添加的食物 让我们了解一些法令 然后我们要怎么去预防 就是预防我们未来 我们年纪大了 需要被照顾 然后有相关的一些法令 让我们有一些提认 为了帮助照顾者 在漫无止境的照顾中 疏解压力 另外对于社会及政府机构的资源 如何申请及利用等相当受用 这堂课是由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处所资源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家庭中有身心障碍者的民众 减轻照顾的压力以及增强照顾技巧 记者洪一伦 草团正采访报道